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46回 闻到了饭菜所散发出来的浓郁的灵力 左墨精神只觉一阵 腹中更觉饥饿 二话不说便开始狼吞虎咽 那碗里的米饭可不是平日他所吃的普通的米饭 而是用灵谷煮酒 几点小菜那也是用灵菜加工而成 灵气浓郁 非常适合左墨这种刚刚受伤的人修复元气 对左墨这种穷人来说 哪吃过这等高级货呀 他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灵谷攻击 但是他并不了解加工的方法 灵食的加工是需要非常专业的技巧的 这个过程呢也被称为炼食 各种富含灵气的食材经过了特殊的配比 精心专业的加工 食材中的灵气呢 会被彻底的激发出来 而且很容易被吸收 从灵食吸取的灵力 比精食中吸取的灵力要温和许多 不过这也是手头宽裕的人 才有可能享受的东西 相比其他高端的灵食 灵谷是最普通也是最广泛的灵食 不过 左墨每个月的灵谷都是被他卖掉的 换成精食了 拥有食事灵脉 灵谷对他的作用并不大 但是这般待遇 他可是第一次享受 炼食的人技巧高超 灵气活泼浓郁 光闻着 左墨就觉得神清气爽 而灵食入口他更是险些 连舌头都吞下去啊 风卷残云 桌上的灵食被他一扫而空 钉点不剩啊 左墨意犹未尽地伸了个懒腰 此时那名外门女弟子提醒他说 师兄啊 不妨打坐入定 更利于灵力吸收 闻言 左墨连忙盘膝入定 那名女弟子健壮 轻生地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干净 然后眼门退了出去 从入定中行转过来 左墨只觉筋满神足啊 舒不出来的舒服 想想刚才吃过的零食 左墨不禁心生感慨 这一顿零食比他在时事打坐入定两个时辰 效果还要显著 不过时事灵脉可是完全免费 而这份零食别看东西不多 价格绝对不便宜 若不是门派奖励 他自己是绝对吃不起的 推开门走出了房间 门外呢是个小院子 此时左墨便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了 此处是横方院的一处偏僻小院 平日里他偶尔经过 瞧着便有几分眼熟 他决定去见见师父 从小院走出来 沿途见到了不少外门女弟子 左墨立即感觉到 他们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态度 以前他们对自己也恭敬有加 然而如今这份恭敬之中 还多了那么一分敬畏 这份发自内心的敬畏 也使得他们的腰弯的更低了一些 态度更加的恭敬拘谨 这令左墨有些不习惯 许晴看到了左墨连忙行李 师兄师父在等您 连许晴都称他您 左墨心里边觉得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师妹这样称呼不大好吧 太疏远了 师兄说的是 你看我这一下子还走了嘴了 许晴窄言一笑让人如沐春风 之前他帮助左墨 却并不看好左墨 谁能想到左墨竟然能够与 罗黎师兄打成平手 说实话 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彻底的惊呆了 便是现在还觉得有些不能置信 这件事也使得横方院上上下下 对这位僵尸师兄啊 彻底的刮目相看 许晴窄 许晴聪慧 知道这一战也彻底的奠定了师兄在横方院和在本门的地位 比如毫敏师姐之前在本院可谓是嚣张跋扈 从今之后一定会收敛许多 若他还不收敛 那就太愚蠢了 左墨师兄看似木讷 但无论在机变手段还是实力天赋上都远远的胜过了豪敏 本门内门弟子之间的争斗 许晴也是心知肚明的 身为外门弟子的他 自然对伟圣左墨这些曾经是外门弟子的人更觉亲近一些 但是许晴还是小心的谨守本分 许多人在潦倒的时候和春风得意的时候 脾气心性截然不同 小心一些总不会有错 不过左墨师兄的心性比他想象中的要好上许多 左墨那张僵尸脸依然是面无表情 他朝许晴点头示意 然后朝师父的单房走去 推门而入 他便看到了师父师凤荣 你现在倒是知道逞能了 师凤荣一见到他毫不客气的便是一阵劈头痛骂 早点认输不就是了 至于把自己伤成这样吗 他浑然忘记自己给左墨下了不能输的命令了 左墨也识去的也没有提 你只是唯唯诺诺诺和他老人家较劲他还没有那个胆子 师凤荣语气一缓 嗯 不过你也没给我丢人 很好 左墨听的心中直翻白眼啊 这才是您老人家心中的真心话吧 师凤荣对这个徒弟还是相当的满意的 虽然之前他只是个灵直夫 但是在炼丹的天赋令他相当的惊讶 出色炼丹便能炼出金屋丸 左墨第一次练出金屋丸的时候可以理解是运气好 而之后能够找到具体的练制方法 他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心里边可是相当的吃惊的 这可不是什么运气好能够做到的 见其天赋出色 师凤荣便对他的要求更加的严厉 左墨和罗黎之间的比试 他更是没有做什么希望 哪怕他下了不准输的死命令 双方的实力那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啊 他清楚得很 然而左墨再次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虽然说并没有赢 但是他的确做到了没有输 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竟然领悟到了建议 这份修建天赋 连二师兄那样冰冷的人也为之动容 掌门和三师兄也是瞠目结舌 他心中可是相当的得意啊 三个月的时间 你能领悟建议 修建天赋也不弱 若是被埋没了 也确实有点可惜 师凤荣缓缓缓的说道 那么以后你可以去你二师伯那里学习修建 我可告诉你 去你二师伯那儿 莫要给我丢脸 若是让我知道了你懈怠偷懒 哼 最后一句冷哼 寒气四溢 左墨心中暗暗叫苦 能到二师伯那里学习修建 这样的待遇 在悟空建门是绝对的优厚的 也是每一位弟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若是在以前呢 左墨连忙点头答应 可是现在 一想到石海里边悠然镇定的仆妖 再想到了二师伯冷峻如见的目光 左墨就觉得如坠冰枯 他还记得和仆妖出狱的那天晚上 二师伯斩破黑海的雪白的建议 便是仆妖这样强大的妖魔 也不是二师伯的对手 若是被二师伯发现 他的石海中的仆妖 自己的下场绝对凄惨的 不能再凄惨了 别人眼中的优待 左墨避之不及 弟子 只想好好地跟师父学炼丹 左墨还没说完 就被石凤蓉打断了 行了吧 炼丹是炼丹 修建是修建 没有谁说炼丹就不能修建的 别废话了 叫你去你就去吧 但是 嗯 你有什么问题吗 石凤蓉狐疑地看着左墨 被师父的目光盯着 左墨心中砰砰直跳啊 可千万 可千千万万 别让师父看出什么端倪 他连连摇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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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早点去 师凤蓉不耐烦地挥手 敢左墨出去 从师父的单房出来 左墨的心情忐忑不安 若说四位长辈 左墨最怕见的便是心严师伯了 每当心严师伯看向自己的时候 左墨就觉得自己被看得通透了 所有的秘密在二师伯的眼中都无所遁形 但这一关显然是逃不过的呀 左墨战战兢兢地来到了二师伯的住处 二师伯擅长两项 一个是修建 一个是炼器 伟圣师兄便是由心严师伯亲自指点 罗黎呢也曾经受过他的指点 除此之外 许一师兄却是二师伯的唯一弟子 跟着他学习练气 左墨只好朝二师伯的住处走去 没法子呀 上命难为 二师伯呢 素来独居在望阳峰 这是左墨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沿着蜿蜒的山路 左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当他攀上了望阳峰的峰顶 他却呆住了 峰顶的地势开阔 然而只有一间小小的草炉 除此之外 寸草不生 左墨里草炉大约一百五十步 这一百五十步走得他心惊肉跳 几次都差点掉头逃跑了 他脚下没有一寸土地是完整的 其实不光是在他脚下 整个望阳峰的峰顶 没有一块地面是完整的 交错纵横的裂痕 望阳峰顶的地面 就像是被狠狠地离过了无数次 踏足在翻起的泥土上 左墨的心脏猛地一缩 简易 脚下这些像烂泥一般被翻起的土地 蕴含着极其凛冽的剑意 他们蜂拥而出 就好似要切割左墨的双腿 又好似呢 要从左墨的脚板钻进体内 那森寒的杀鸡 刺激着左墨浑身的汗毛直竖了起来呀 他情不自禁地吞了一口唾沫 强忍祭出冰晶剑的冲动 咬牙朝前挪去 一步一步 脚下就像踩着无数的剑尖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左墨无数次想祭出冰晶剑 这是本能的反应 但是每次他都能克制住 这块烂泥地 暗藏无数剑意 若自己真的换出冰晶剑 那才真的捅了马蜂窝呢 那些潜伏的剑意 就会铺天盖地 把自己撕成粉碎 该死的 这是他们什么鬼地方啊 小心翼翼地挪到了草炉门前 左墨整个人啊 就像紧绷的弦 稍有外力便可能发动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虽然说胎息链神突破二息 他如今呢 已经不需要用口鼻呼吸 但是心情紧张的时候 他仍然是习惯 深呼吸来平缓情绪的 定了定神 他朝草炉木门深施一礼 弟子左墨拜见师伯 进来吧 心眼师伯冷峻的声音 从草炉中传了出来 草炉的木门无声地自开 里面黑漆漆一片 左墨心里又不禁悬了起来 硬着头皮啊 左墨鼓足了勇气 走了进去 草炉里边简陋无比 只有一个铺团 除此之外空无一物 心眼师伯呢 便盘坐在铺团之上 一束阳光从草炉顶上投进 照在了心眼师伯身上 师伯置身阳光之中 面旁呢 却处于额前头发的阴影之中 看不真切 直到他睁开眼睛 阴影中两点寒芒突然亮起 不知道为什么呀 左墨只觉得一股彻骨的寒意 从他的尾椎顺着几股式蔓延而上 全身的肌肉在这一刻全都僵住了 你让我很意外呀 心眼的声音就像阴寒的雾气 从左墨的皮肤渗进了心里边 冷得他几乎动弹不得 你没有修建的天赋 心眼淡淡的说道 左墨的心突然被揪紧了 他感觉自己这一刻甚至忘了呼吸了 恐惧就像决堤的洪水 瞬间冲垮了左墨的心里防线 怎么 难道说师伯已经发现了吗 你能在三个月内领悟建议 让我很意外 心眼没有看左墨 他重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那两点令人心悸的寒芒在阴影中消逝了 你有什么奇遇我不关心 但是你要记住 若日后你做了对不起门派的事 我会斩你见相 语气平淡像是在讲述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样 左墨像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甚至愣了一会儿 他本来呢已经做好了引进带路的准备 他以为二师伯已经看透 看透了仆妖就在他的石海中 浑身紧绷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左墨感觉全身一阵无力 心中的后怕像潮水一般几乎把他吞没 双脚一阵酸软 是 惊魂烧定的左墨连忙答道 你修的那套里水见绝颇有神妙之处 但是现于所创人的见识 日后难以更进一步啊 心言没有睁开眼睛 平静地说道 而且呢你基础太差 有几处要重新修正一下 不过你自己做调整的那几处还算不错 随即心言指点了几处 心情平复下来的左墨不由的是心悦成福啊 师伯指点的那几处 正是他觉得有些不舒服 有些挚爱之处的地方 只是他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听师伯一说 毛色顿开啊 随后 西人师伯又丢给了左墨一枚预见 哦 里面都是一些基础的见诀 你多加练习 顿了一下 有些惋惜地说道 你主修炼丹恩又是零职服务 并不适合修建 修建嘛 讲究的是心无旁骛 剑心通明 你啊 好自为之吧 告辞了师伯 左墨再从草炉前的烂泥地经过的时候 却再也没有了半分之前的剑意逼人的感觉 就好似地下的那些剑意认识他一般 折服不动 离开望月峰回西峰小院的途中 琢磨都在琢磨着师伯的话 师伯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他想在剑修上更进一步 真正有所成就 就必须抛弃灵直服和炼丹 做一个纯粹的剑修 那么否则的话 只怕在修建方面难有成就 师伯说的这番话是至理名言 但是 左墨知道自己有多少斤粮 若他像伟圣师兄那般 说不定他会抛弃其他 做一个真正纯粹的剑修 但是他不是 他知道自己的水分有多大 如果说没有仆妖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步 他也根本不可能领悟剑意 自己被批了数千次 才领悟师伯的朝夕建议 而若是伟圣师兄 只需数十次便能领悟 如果他没有领悟着潮期建议的经验 他绝技不可能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边 领悟李水建议的 自己注定的不可能走伟圣师兄的那条路了 走着走着微风拂面 琢磨的心情也开阔了起来 每个人的路是不同的嘛 更何况自己能达到如今的地步 这在以前使他想也不敢想的 可是如今他却做到了 很快的他的情绪已经恢复如常 今天的心情啊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身体呢也感觉到有些疲倦了 他需要休息 然而当他走到西风谷谷口的时候 脚下一停 人呆在了原地 嘿呀 琢磨师兄 您终于来了 师兄门中考核大战神威 师弟是特地来祝贺的 区区伯理可不成敬意啊 嘿 师兄还记得我吗 当年若不是您的小银语局 我可要喝西北风去了 小弟一直惦记在心 师兄师兄 小弟修建可苦于没有名师呢 师兄 我们东风的姐妹们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 琢磨的头嗡的一下子炸开了呀 他没有想到这么多人 已经在此等候了 这么长的时间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47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